哇 今天台股呢 大盤是到了萬事 恭喜 恭喜 萬事如意 但是為什麼上去又下來啦 投資長 很簡單齁 我今天的標題就是 萬事關卡卡住了 台股卡好 到底是卡得好 還是卡得不好 你今天一定要看我們節目 那今天有點開高走地以後 有些股票特別弱勢 我觀察特股 我觀察的一些個股特別弱勢 那這個是不是你手邊的股票 你今天一定要看我節目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2月3日 台股開盤13,988點 中場收在13,977點 跌12點 每股四大指數僅納斯達克翻黑 標普500道琼和費半指數收漲 那台股今天盤中突破最新高點 14,049點 又再一次的刷新歷史紀錄了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人 投資業區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最受 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Zo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投資長今天大家又是一個大盤上衝下寫的狀態 對 開心衝到高點 七年恭喜嘛 我說萬事如意啊 都有這樣講啊 有 你說 對 但是盤中的時候啊 它開始向下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個股也是一同有向下震盪的一個趨勢 對 那這就是投資長很厲害的 說到12月就是卡 代表字就是卡 你看它卡卡的 你看這一萬四卡住了嘛 真的很貼耶 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這卡大概是一萬四 對 那所以你說的那時候說 這個卡就是這個意思嗎 部分是這個意思 部分 還不是完全 還不是完全 如果我國中這麼容易讓你猜到 那你要知道 那是我是故意讓你猜到的 你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我不想讓你猜到 你應該就猜不到 就這樣子 但是不小心講出來的秘密 那個真的是 大部分都對啦 不小心講不出來了 之前全球穿洞是不是 好 我希望我不要這樣子 這個也騙不了人 好 就是我有時候講A B C D的時候 我其實腦袋已經跳到E F G了 我已經是因為為了各位 我犯罵我講話速度了 對 真的是這樣子 這個肉依都可以知道 平常講話超快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這個指數 你說這個 那你說投資長 你可能會覺得說 肉依可能覺得說 這個行情好像上去又下來了 死定了 一點都不會死定 其實太多現象 為什麼說太多現象 你說不會死定呢 你反而要積極的偏多作為 為什麼我講最簡單的一個東西嘛 其實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看到那個 其實楊金龍總裁有受訪嘛 對 那你知道他講什麼話嗎 他那時候說 因為大家就有預測說 這個明年匯率可能會到27.5 然後他有跟大家講說 這個匯率預測啊 參考就好 對 對 參考就好 這句話很曖昧 沒有否認哦 沒有否認哦 是 參考就好 所以沒有否認嘛 第二個你要看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說沒有否認 為什麼 你去看一下美元指數今天又創新低了 對 美元指數又創新低了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shock的事情 好 美元指數創新低 台幣是不是變強 對 台幣變強是對電子業很不好 是啊 十年前沒有任何一位分析師 跟你講台幣變強電子業不好 可是電子股會好 沒有人有這個邏輯 不是我要臭媒 我不是要批評誰 所以我一直說久了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對事情 很多的盤梗跟人家不一樣 對 我現在來學邏輯 好 你一開始你可能受不了頭髒的臭屁 然後覺得有時候講話要重複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希望能在這邊訓練到邏輯思考 好 可是如果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像大家都知道 美元指數弱 台幣會強 是 電子業會不好 可是電子股會強 因為就是資金行情 對 台積電展是什麼 第一個基本面變好 第二個本益比提高才重點嘛 對啊 本益比提高嘛 你以前十幾倍本益比 現在二三十倍的本益比 就是這樣子嘛 你懂什麼 快二十倍的本益比 那就這樣子 所以本益比提高 那本益比為什麼提高 就是其實熱錢的行情推升嘛 零利率的情況下 所以美元指數在那邊下滑 台股你完全不是緊張 你要怕是美元指數突然的上鉤 那會不會上鉤 上鉤不是說那個引人上鉤 基本上不會嘛 因為到明年九月之前 FedWatch都覺得是零利率 是 講得非常之清楚 FedWatch就是零利率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你看加錢指數 你這樣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完全相反 對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製作團隊做的圖 非常清楚嘛 對 有沒有看到 完全相反 一個美元指數在往下的過程中 對 加錢指數往上 一直往上 那我請問你今天 美人指數還在競競新低 你覺得台股呢 我們在講話同時幾乎還在破低啊 你懂嗎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這邊行情你完全不必怕 因為熱錢行情太多 你懂嗎 你看熱錢打到什麼地步 你看今天還有什麼 什麼七大政策 還有九大政策 要打房啊 有沒有 對啊 我是覺得打房可能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啦 可是還是有打嘛 至少有四億下 這我不確定 到處確定跟當然 可是至少要打房為什麼 房市過熱 因為錢太多 我說因為錢的原因 會影響的一個選擇性 我們不要重複一樣講的話 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第一個 美元指數昨天也有稍微講過 今天再講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因為很多人想要知道說 萬事官卡卡住了 對 那這個卡 你們看到 這是我這個卡 你看 十月代表 我提小做的喔 肉眼可以作證對不對 對啊 在十月做的 而且這個卡 不是只有一種意義而已 不是只有一種意義 所以十二月代表是卡 我要跟大人說 萬事官卡卡住 然後咧 台股卡好 不是罵各位 卡好啦 你卡好啦 卡得好不好 我覺得卡得好 卡得妙 卡得呱呱叫 沒什麼不好 好 沒什麼不好 這邊你一直展一展 第一個 對桑文來講 他也沒有信心嘛 對 你在拉會過程中 同樣其實下影機 很多的殘忌節目 跟你講說十二月 上場距離很高 然後原業效應 你會看到很多殘忌節目講 可是只有我開始 我跟你講十一月的時候 對 去鋪從一二一多頭歸對 我那不是有漲的機率嗎 對啊 我也有算給大家看 83%嘛 是 你看從十一月二十號 到一月底 涵蓋什麼 涵蓋是十二月的 歷年的漲幅 對 十二月歷年的那個漲勢的機率 第二個 一月的漲的機率原因效應 所以我十一月二十號 就是跟告訴你說 一二一多頭歸對 你看到現在多頭歸對 後是不是在今天 還創立的新高 你們不相信我嗎 以前一二更誇張 是一個奇展點 最低點奇展點 所以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你懂不懂 我跟你講 我已經說過了 做股票是可以算日子的 不是數日子 是要算日子 數日子說 我十三號轉折 我二十一號轉折 那個是沒來由 那只是剛好碰到結算的轉折 我不是特別要去攻擊那些 什麼沸泼難細數的那些人 我是跟大家 技術分析 如果今年你用技術分析 你會錯很多的問題 你會想要說打腳 打第二隻腳 我一萬點的時候打第二隻腳 你少賺四千點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甚至於高檔報答量不好 少算就是一個錢的因素 所以從今年的一個台股走勢 這我本來就知道 所以我常跟你講說 我技術分析數以前很多 我外面都拿去燒掉 燒掉是開玩笑的 是拿去亂放亂丟了 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你從這已經實務上告訴你 籌碼面勝過一切 籌碼面再來才是基本面 再來才是技術面 你們記得這句話 好不好 籌碼面再來才是基本面 再來是技術面 技術面是要參考 因為技術面做停損的時候 是有用的 是有跟大家講 所以這些邏輯你要不要記清楚 我已經為了你們講很慢了 對 大家才有機會做筆記 這樣慢的話 我真的我現在失序已經講到後面去了 我現在失序已經講到後面去了 已經講到30分好了 真的我剛才已經在遊走了 真的 太慢了很容易分心 超容易分心的 是 是嗎 所以我要講說 萬事如意新年人發財 可是你看 其實台股也不會弱勢 第一個我已經講過 美元指數創新高 對 對 對不起 美元指數創新低 那相對台幣就是要創新高了 就是在新高的過程中 是 第二個 來看一下 台子期 今天台股是跌的 對 台股其實是長的 那正價差還是逆價差 正價差 跟前陣子他們逆價差100點 我們不是說打打美題是美麗的錯誤 你們不理我 那時候做你賺更多 還多賺100點 是 有沒有 所以很多做期貨都會看我們節目 他知道我有期貨分析師 對 可是我現在怎麼樣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去給你做那些解析 甚至是說收貨員不做這個動作 是 可是你會知道說 我在這邊給你看那個期貨的方向 有時候很準 好 所以這展示31點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咧 跌12點 對今天跌12點 可是這個13986跟13977誰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對 這代表視頻是 代表是 欸 某種方面 欸 其實台子期是正價差 那其實趨勢還是往上的 上去的 什麼叫卡 上不太去 下不太來 對啊 對 上不太去 下不太來 那就卡 卡住了 卡卡的 可是我跟你講 我是下來有個唯一的風險 就是12月15號之前 是 我跟你講說小回檔看12月15號之前 中回檔看1月初 1月初 可是那些都是很小的回展 那個都頂多是 我覺得10%不到的回檔 頂多是一千 最多是一千 一千點 一千兩百點以內的回答 對 你等到大回檔是三四月份 那時候非都要取 應該勢必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升息 一緊縮的話那就不一樣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謝謝疫情給你帶來的 這個股市的投資機會 對 這跟大 這回來說是不能大 我每次都一直跟你講 這個不是我現在還講的 現在很多人在講的 這個是我三月的時候講的 八千五百二三點那邊的時候講的 你們都可以回去看我的節目 我影片 昨天已經很多人要報 我的演講講座了 好不好 同朋友這個 現在可以報名了嗎 現在不能報名 你們記在心裡就好 我想說機會被人家搶走了 現在不能報名 可是你們可以先 你們可以先告訴我 你有沒有意願 對 因為我們現在決定座位大概大跟小 因為這個座位還是不夠 我好像找一個更大的 有可能 因為這一群人應該都會再來 因為那一群那時候好像什麼 台北產生多半管定 然後所有人人報起機 你看頭部長 好像畫面給我 從頭部位 好 來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說的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 在這邊的很多走勢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這邊 我看畫面有點卡住了 不好意思 我說為什麼 我說他們很多人是要 在這邊跟我一起來 做操作的 嗯 來 在這邊是65塊 那時候演講座 有沒有看到 65塊那天推的以後 你看肉依 短時間內直接拉起來 一波 對 大家都很喜歡我 一杯沖天 然後我五虎 Part 1 Part 2 Part 3 都有代表座 五虎 Part 3 是什麼 我也代表座 不是我也代表座 最好的代表座是誰 是那個萬潤 對 今天來做創新高 欸 投資長 你不是要追萬潤第一根嗎 今天受傷了 投資長 萬潤第一根在這邊 好不好 對 好不好 那這邊不算第一根喔 你要硬要催要求吃 我也沒辦法 今天很多股票 是拉回的過程中 然後怎麼樣 然後跌下來 是 創新高的過程中 然後跌下來 所以這邊你其實 一點都不必緊張 一點都不必緊張 好不好 這是我一直要講的 除了這以外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下個階段 我一定要再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好 我說被動元件我怎麼看 它其實今天有出現一個缺貨的行情 你會發現 我有講得出來 店主交產品的周期變很長 對 這怎麼看 這怎麼看 好吧 萬事關卡卡住 我也跟你講 這個其實算是這種玩命關頭 為什麼是玩命關頭 我們等一下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投資長剛剛有提到喔 大家看到新聞有看到 被動元件現在也是滿滿訂單 春節還要加班 那投資長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好 我們先來看被動元件 看完以後我們來看另外一張 Zoe很不想看的字卡 對 對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新聞 來來來來 好 電子滿訂單 加班過春節 為什麼電子滿訂單 因為iPhone賣得好 因為你們少算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影響人們的消費意願 我怎麼知道我明天會得疫情 人生就這麼短 為什麼不花錢 對 改變大家消費習慣了 活著花著錢叫財產 是 死掉花著錢叫遺產 有沒有 要是要財產是要遺產 有沒有 沒有講任何人 所以還不如即時行樂 這個會改變很多人的想法 那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我相信你們已經改變了行為 你們有空去看一下這些 哇為什麼 我跟你講喔 我都有去觀察白費公司 現在每一次的六日 都像 尤其是新一計畫區一樣 嗯 都像 全慢人 每週都像周年慶 真的很醜 每週都像周年慶 所以你看庫存存位偏低 訂單年間度延長 缺工問題對不對 是 科技展3 被動元件面板半導體 我不是說到時候全部都缺貨嗎 對啊 那你看 晶片電阻12週以上 有沒有看到 很長耶 12週以上 就是差不多三個月 相當三個月 所以你去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電阻相關的 來這也是被動元件相關的 大翼 周年大翼怎麼看 今天還是漲嘛 那電阻相關的當然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喔 國具 有沒有就像我講的 我就讓你們買得安心 抱得開心 抱得安心 買得開心 抱得安心 賺得放心 好啦 隨便都可以啦 反正是三星啦 然後二億呢 那你賺到兩億嗎 沒有啦 看你的資產 我這麼多 那看你的資產 看你的資產 好 我相信這一波 應該有人賺幾百萬三千萬 這是一定有的 這波安心都不回頭 最好做的 有時候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最傻的人賺最多 那你每一件事都要計算的人 你反而賠很大的錢 對 我講這件事情 我問你一件事情 來 二九三九凱義 怎麼會有一群 一群傻的人 在今天買這邊呢 我覺得你們錢太多 他明明有下市的風險 我已經講說下市風險蠻高的 你們怎麼會買的 欸 你一定不是我的粉絲 肉依我這樣說的沒錯吧 都跟你講是下市風險的 然後我會自以為聰明 你們會不會對 直接買的人會不會對 會對 可是問題是 你有機率很高的風險 是直接下市 有可能會對 可是我認為下市的風險更高 那你為什麼要買呢 公司內控都走掉 那些公司內控都一大堆問題 走掉這個 音樂走掉的走掉 然後讀懂也走掉 是真的落跑走掉 懂事走掉 因為說懂事走掉 那這群人呢 這群人比你聰明啊 這群人比你知道更多的消息 你看 那今天我們不計太價賣 你們不要看到股票跌了就要買 哪有便宜要買的 不行便宜要買 你要看什麼時機 譬如說義務法則 回彈事務不是要買 譬如說現在勇敢要追第一根的時候 你就要再進場 所以這凱義怎麼會有人要買 今天有大概50張 真好50張 有人可以放空 我跟你講真好 50張成交以上 再平盤以上 所以我跟你講 這種股票你沒有歸零 你就在偷笑 還有人想買 在想什麼 我相信有一定有多人 2000多張 本來想賣的 看一看拉起來變買 越套越多 7800萬都不是錢 拿來多好 拿來花一花多好 所以我跟你講我很佩服現在的勇氣 就像我講的 股票市場傻傻就好 可是很多人是什麼樣 很多是真的一群傻傻的人 可是卻自以為別人都是傻瓜 想要投機 不是 他是自以為別人都是傻瓜 他最聰明 你們要賣嘛 你傻瓜 我聰明 你最傻瓜 我最聰明 所以我覺得 這邊就要進場 可是你們少算的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你懂嗎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台股會穿地值新高 自動股價跌成這樣 代表它是有可能下市的 掏地的風險也很高 董事業都一堆落跑 董廟 你覺得掏地 我跟你講掏地 我覺得非常危險 我認為非常危險 好不好 我不會說它下市機率 沒有 你那聽懂我的意思吧 就它是有可能有下市機率的 好不好 因為董事長 可是我現在 我不會到說非常非常高 可是我也很認真跟你講 它是有 我站著跟你講 我覺得比較中性的講法 前面的當我都沒說過 我要中性的講法 應該說我要很認真的講 就是說 掏地這張股票 我覺得下 我不會說它下市機率是沒有的 它是有風險的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要把它考慮進去 所以在那邊 其實很多時候是可以避開風險 對 你懂不懂 那你也不要動壓一張股票 所以說台灣50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台灣50你傻傻就可以賺到這一錢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麼賺錢 傻傻的 不要去想那麼多 有時候報一個行情就報 你看萬潤 從頭在那邊報到尾 來 畫面給我 很多人都知道 畫面給我 很多人都知道 我買賺是幾塊 來 各位來看一下 大賺超過55% 這是普通會員的簡訊 我沒有特別寫普通會員的簡訊 來 我們來看一件事 來 我也說 來 這個一定要 我們今天講說人這麼多 對 你真的到時候有興趣的 你真的有興趣的 你幫我同 你可以稍微留言一下 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說一句 服人員會記得 你會事先給你通知 事先給你通知 到時候報名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 過了一天了 滿了 對 這是有可能的 好不好 對 絕對有可能 600人產地都是這樣做無虛席 好不好 好 我們來跟大家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誇張的人數 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說這個人數要講到這個簡訊 所以我不可能一個會員都沒有 對啊 所以找盤算地理性高 這個時候會員都看到55% 如果造假會員 我跟你講現在人是這樣子 你可以讓他賠錢 可是他不能接受你騙他 現在很多人都是正義魔人 正義魔人沒什麼不好 開車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 我很多朋友開車的時候 很氣 停個旁邊的紅線 就會馬上被檢舉 對啊 然後100公尺遠的地方 可能 也會被錄影 還會被錄影 對啊 是不是 大家都是正義魔人 這沒什麼好或不好 因為對就對 錯就錯 該處罰就處罰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他可以接受你賠錢 他不能接受你去騙他 這我也是很認真 跟很多同業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把它專心在研究上面 我覺得更好 分析師本來應該要走正圖 分析師走正圖 大家都會覺得分析師是對的 而不是看那些 哇 因為很多人奇怪 因為以前對分析師的看法不好 10年前的可能素質稱之不齊 那到現在我也覺得 那不如就是說 那不看分析師看那些素人 素人更危險 分析師被監督了 或被監查每個帳號 然後看你有沒有下股票 然後這個你會發現到 然後呢 你會發現到 很誇張的是什麼 很誇張的是 還是有人偷瞎 那個很誇張的一些素人 好 我不是扯遠啦 55% 這個是已經有人監督我們的 一定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粉絲很多 55%有沒有很誇張 不誇張啦 大概就差不多200萬賺到300萬 很誇張欸 315萬 就這樣子2000萬賺到3100萬 3100萬 投資到2000萬 這股票買2000萬可以啊 目前股票有價有量啊 這個都是真的啊 國巨沒有嗎 國巨你自己看這奇展點到現在 來 那時候奇展點有沒有看到 我是不是說猛虎出動 來 畫面給我 還有做那一張圖卡 對 我做那張圖卡對不對 被動族群猛虎出動 它是不是從11月19號開始動 對 不是 我其實在11月18號開始講 看這邊 是這邊 對 就這邊啊 我在這邊做欸 對你們多好 猛虎出動啊 對啊 因為在這邊的話 你還覺得是開玩笑 你懂不懂 在這邊的話 你跟你講這些動物出動欸 我對你多好 所以都是沒有 我跟大家講 其實如果你看到我錯 我錯一次 我錯一次 錯兩次 錯到第三次 你要相信我 就那時候也要823點 哇塞 那9千1萬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到850023點的時候 我錯了 我認錯了 然後我覺得我被825兩三次了 說這是最低點 大家不相信 我說你要解定存 大家不相信 所以那群解定存的人 可能也想來聽我演講 因為他們發現 郭忠祐看得最遠 包括疫苗這東西 我五六月就講說 疫苗有引發有夠簡單 你相信 你第一次看我節目 你絕對不相信 回去自己加我LINE 再加我Telegram 我的粉絲人數最多的 好 這歡迎比較 你覺得看起來要重複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的邏輯 無套一關之 就像學數學一樣 你也有說很簡單的邏輯 去思考這些東西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投資長 投資朋友 這邊12月代表是卡 其實現在就是一個關卡嘛 那關卡我寫到我們剛才之前的一個字卡 這個 如果你看 你看起來蠻那個的 看起來要昏倒了 看起來要昏倒 我們還是我們的助理 說投資長 你這個一定要放這一張字卡 我就說OK啦 這跟大家記得 為什麼 台股到了14000點 這邊是不是玩命關頭 投資長至少不是關頭 對 頭髮是真的 歡迎來摸 而且不用塗髮膠就會翹 這個大家都可以作證 沒有 這個助理們可以作證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所以這邊是不是一個玩命關頭 我覺得不必要玩命 我會跟你講的一樣 要看小回檔看12月中旬以後 12月中旬以後沒有 那12月中旬以後 你要趕快做 12月20號到12月30號最好做 好 然後中回檔看1月初 我覺得這都不會 因為它都是持續的臨利率 你就是要臨利率 你知道嗎 你就是持續的臨利率 只要FedWatch 你要每天去觀察FedWatch 去搜尋FedWatch 它哪個時候那個數據 就是我跟你講你去搜尋FedWatch對不對 是 我在跟大家講的畫面給我 畫面先不要給我 你去Google搜尋FedWatch 它每天都會變 每一秒喔 很好喔 這是那時候只有我才知道的 真的真的 我給你打賭 那時候沒有任何分析 就跟你講這個 來來 等一下喔 哎呀呀 按WAD玩去 FedWatch 來喔 FedWAD 來看一下 搜尋FedWatch 還有中文版喔 有沒有看到 中文版喔 然後這邊 非常好 中文版 然後畫面先等一下它跑 來告訴你會議什麼時間 這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喔 還有很多新朋友 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 0到0.25%就是0嘛 有沒有看到 對 Target Rate 好 目標利率好不好 這0到 有沒有看到 0到25% 多少 那幾乎多少 百分100% 100% 你有沒有看到 100% 這樣畫出 100% 代表是說 到現在為止 0到25% 那你看喔 一個禮拜過後 兩個月過後 到了什麼意思 一個月過後 它都是0%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 所以它都會告訴你 這個的一個時間機率 有沒有看到 一個月以後 兩個月以後 有沒有看到 12月以後 這個 1月以後 2月以後 3月以後 這都是可以告訴你的 這個機率 到這個時間機率 那畫面給我 還有一個更詳細的 如果要告訴你說 哇 明年準備要升息了 它這個數字會改變 對 你聽懂嗎 升息機率它會先從 0% 不是100% 變成可能90% 然後另外一個變成 那個 那個0.25%到0.5% 這個可能會變成10% 它會慢慢增加 就這100%不見的時候 那個股股市就會變化 這才是重點 你們不用聽別人講 那些有的沒有 我技術分析量跟價 我一直跟你講 技術分析不是不重要 而是你比重你要了解 好 您記得東西 因為這所有東西 都是籌碼而已 它是基本面 從10倍變成30倍的過程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才是重點 這是今天獨家跟大家講的 對啊 獨家跟你講的 所有的東西 它現在所有的一個熱潮 都是用錢堆積起來的 好不好 除非它有升息潮的時候 不然沒有升息潮 你就勇敢做多 拉回一定要用力做多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看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今天講這個嗎 因為今天沒什麼東西好講的 我又不想重複一直講一樣的東西 所以換個東西跟大家講 所以告訴大家新資訊 可是告訴大家新資訊 反正很多人最喜歡我 沒東西講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我心中的秘密 好 萬能開高走低就不必擔心 為什麼 因為畢竟穿新高還是有 就這種台股嘛 台股今天還是畢竟穿新高 其實這個東西 你不用去負面的思考 心情通常怎麼看 我們沒有怎麼看 這邊是比想像中弱啦 可是我覺得ABA宅板 它還是缺貨 還是有機會再上去 它的缺點是本益比過高 過高 所以上去我覺得 110 我覺得頂多到110 我的看法目前看法啦 好不好 那37是精彩人 那既然跟管定不一樣 我從來沒看過精彩 我不是說第四季EPS要出來的嗎 對啊 說說第四季EPS會比第三季好很多 對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的研究是這樣子 所以我講得非常清楚 那被動圓圓圓圓也是一樣 來 2456起立心 是不是你看要創新高了 是不是那時候在被動這邊 跟人家猛虎出動在這邊 同樣在這裡跟你講 你看是猛虎出動 我對大家多好 對 我對大家多好 我真的發自內心 那個被動圓圓圓圓 你看到有多少股票 還有什麼 6173是不是 新商店 這裡是被動圓圓圓圓圓圓的 都表現不錯啊 所以你去下來看 你要走要 devenir網絡師 瞎了煙 瞎了煙 Girong Girong 走音 我不知道在唱的 反正怎麼唱都不會 所以每個人和每個人天賦 你記得一件事 每個人和每個人天賦 如果你覺得你的天賦在投資 那沒關係 你就自己投資 那你覺得說你的天賦 畫面給我 你的天賦不在投資 你覺得我比你有天賦 我覺得你覺得我比你有看法 或者是說 你覺得你天賦也在投資 可是你覺得 你選的分析是比你更有天賦 例如我 我也蠻多粉絲的 當然也是很多醫生的 很多也是高學歷分子 他是願意相信我 因為隔寒如隔山嘛 為什麼一件事情 因為你每天 你每天研究 上班之余研究股票 兩個小時好厲害喔 就多了 好厲害喔 我跟你講我是扣掉睡眠時間 都要研究 就這麼多 而且累積一、二十年 投資股是三十年 可是我真的每天這樣累積的是 十幾年來 那也很多 非常多驚人 以前讀書的時候 在政大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 時間過得好慢 工作的時候過得好快 覺得是為別人的讀書 現在是為自己而唸書 每天有用夢的時間 所以我跟大家去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 想清楚了 歡迎加我們行列 好不好 這個我跟大家講 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順便來看一下喔 今天疊的股票都有講的喔 雙紅欣欣欣萬潤 對 所以這些股票喔 那有些股票來看一下喔 還有這個 喬威這個之前有稍微提到 有沒有 這個也是不錯喔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不錯喔 這個也是準備要噴出 算是噴出的第一根 已經有暗示你 8161 副頂 副頂就送的資料啊 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你去看一件事情喔 這個 part 1 part 2 part 3的五虎 送三次的 每次送到大約三千通 是 三千通 同樣 我相信同業的 有些同業的 可能同業的展業或同業的助理 分析的助理 或分析師的業務 或者分析師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說 我送個資料三千通 對 我告訴大家秘訣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粉絲當作朋友 第二件事情 好好選股票 不要出貨給粉絲 真就好啦 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不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必要做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 如果我自己想要做股票 賺會員的錢 我知道我績效會更差 我也不想這樣做 我良心也歸不去 謝謝 我都思考很久 很多事情 這我每個人個性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這些人到時候都會累積 那我股票就很強了 所以你看4540 前天還是跟你講 不小心秀得出來 哇你看跳空一根 通常今天跌了 如果你那天是我松石粉絲 你買開盤買52.8人 到今天賺一塊錢 每次他長第一根不理我 長第二根不理我 長第三根不理我 萬論 長5跟長50% 你不理我 到最後你跌下去的時候 全部都怪我 這個也不公平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說 全球傳統這邊 也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 我覺得拉回做多 做多 好不好 好 好 那值得這個 不是我現在進的股票 我其實都暗示你了 就善贏跟那個 跟全球傳統 跟全球傳統 其實都講完了 好討厭 可是我覺得值得跟那個 相當雅德克這種工具機 類似相關的 是有機會的好不好 好 還有一些低機器的好不好 你看翼龍 IC設計很多都很強的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 面板我們再看一下 面板我想等拉回再進場 沒有拉回就算了 我想說20 面板那麼強喔 不是結果是2049 不是 是2409 一個是有打一個上贏 我今天還在漲 我在漲我就不追了 好不好 因為面板板就牛皮 不急不急 當然也有可能像連電一樣 沒關係嘛 我們還有別的股票 他強任他強 我們的變動區難道會插到哪邊去嗎 對不對 這有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三四八月群轉 他強任他強 等他拉回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要等他 面板你不要等他拉回到這邊 到這邊又不對了 你等他拉回一根就好了 就這一根 到這邊就可以進場了 十一塊左右 就第一根的上面 我覺得就夠了 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十一塊 那那個 友達你自己到時候 我直接跟你講 到這邊第一根的時候 這邊差不多十三塊二的時候 好不好 不要想說要拉回很多 好不好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來 台股大盤貴 第一個 台股雖然今天萬事關卡住了 可是它下面很多支撐 第一個 這個期貨偏多 正價差 第二個就是說 台股跟 台股大盤貴買都過新高 但台積電還沒有過新高 所以這邊很利多支持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邊你也不用看太空 那我只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如果這邊萬事關卡 真的是卡好 卡得很好 可是反而是讓一些中小型個股標翻天 你要不要來跟我做 除了11月以外 最好做的12月 你要不要來做 想清楚想明白 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也歡迎來臉洽詢 0800668085 080 來來幫你幫我 好 預祝各位 能夠賺大錢 記得在YouTube搜尋郭哲榮 分析師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了解更多 在12月如何操作資訊嗎 歡迎播打專線 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來